今天就要封关的台北股市 昨天先冲破了8600点的关卡 收盘指数创下了28个月来的新高 加上明年1月6号开放现股当冲 财经部会首长普遍对于台股的前景表示相当乐观 在市场期待封关行情的激励下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指数已举突破8600点关卡 再创波段新高 其中金融和电子股表现最好 加群指数中场上涨88.39点 收在8623.43点 涨幅约1.03% 成交值新台币876.37亿元 而财经部长张盛和更是看好明年的经济景气 认为台股明天封关会持续维持在8600点以上 我看各界对明年的经济景气都比较热观 而经管会主委曾明宗也对近期股市表现相当乐观 不过他说因为他不是分析师 所以就不便说出会到几点 经管会在明年1月6号起开放现股当冲 外界担心市场可能只有三分钟热度 要拉抬股市成交量效果有限 但曾明宗回应开放现股当冲的制度 可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 对台股整体交易量有一定的帮助 记者贤小青 谢秦文 台北报道